今天来到了这里去拍一下夜景 然后用的相机是马米亚式 和Finger Steel的马米亚式 哈喽大家好 相机不重样 我就看今天和大家简单聊一聊 Cine Steel 800T吧 然后正好上一周还是周末的时候 正好去拍了一卷 我人生中第一卷的Cine Steel 800T 然后这个卷 我好像去年做过一个 柯达5219的一个视频 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然后我就详细的分析了 那个卷的特性 然后怎么使用 然后Cine Steel 其实它那个卷是和柯达的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他们就是从柯达那边买过来 但是他们自己做了很多处理 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把碳层去掉 然后去掉之后 让这个卷和柯达的5219变得非常非常不一样 第一不一样就是它是120的卷 然后5219它是一个35毫米的卷 所以在画幅上是差别很大的 第二个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除碳层 就如果你是自己冲洗的话 有碳和煤碳的区别是相当相当明显的 虽然去碳的话可能会比较贵一点 它那一卷可能也要十几美金了 但是它除了碳之后有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去在淘宝上买那种封装卷的话 或多好少它都会有一些蓝色的印子在胶片上 很多时候蓝色印子可能是划伤 也可能是你自己除碳的时候刮伤 所以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然后但是你买Cine Steel的除完的 它是非常非常专业 就是它整个120这么大画幅的底片上 是没有一道蓝色的印子 然后而且它的上边和下边 它都会跟一般的胶原一样 就标注Cine Steel 800T的一个名牌 然后是个数字 反正这一点我觉得是他们做的非常非常棒的 但是除碳也带来了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吧 好消息就是它的感光度直接提升了 因为之前是500T 它ISO是500嘛 但是它把碳层去掉了 它的ISO提高到800% 也就是说你的感光度会高很多 这样也会造成一个影响吧 就是它因为它没有碳层之后 你拍逆光 特别是逆光人像或者是逆光建筑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头啊 或者是那个建筑上面会有一层红色的光运 所以只要你看到这个照片有红色光运 它肯定就是Cine Steel那个卷的特征吧 怎么说呢 好坏接半吧 就如果你拍人像肯定是不太好的 但是如果你去拍夜景的话 其实这个红色的 我感觉还是蛮有特色的啊 反正这个也算它的一个优点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卷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啊 特别是就是因为它不是强调你可能需要一个85B的那个 如果你也是在日光下拍的嘛 但是我其实因为我没有85B 然后我用的是这台玛米亚漆拍的 所以拍下来我觉得如果你是在日光下的话 你只要身上或者照片中有一些中性灰的地方 其实你在后期用lightroom的那个白平衡矫正的话 也能矫正出还不错的效果 但肯定是不能和直接装滤镜拍出来一样 但是我觉得大叉不差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卷还是挺万能的 就是感光度高 然后效果非常非常细腻 拍出来完全不像ISO800的那种底片拍出来的感觉 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卷 应该是会无限回购的那种吧 反正这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Signistate 800T的第一感觉吧 我觉得除了贵了 但是但真的是如果你自己冲洗啊 自己去拍这个卷真的非常不错 特别适合在玛米亚7这种光圈特别小的机器上去拍摄